主席各位同仁,李部长,各位首长,各位长官,请一下部长 有请李部长 部长,是,黄委员早 我记得这几天的这个能源税的争议 不是说不要这样争议 所以说有一些,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您曾经跟这个媒体大家有提到过 这其实不是大家不懂而已,你也不大懂 事实上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新的东西 我不可能说我什么都懂 你是复改会的这个主席之一 你不懂,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说要经过大家的沟通协调 以你所懂的现在能源税跟环境税的问题是这样 能源税如果依照学者,不要依照 这是学者之见 即使在这个,在复改会里面是政府的组织 那我们就算还是学者之见 你是撇得很轻,这是你们学者的,这是我们官方的 不会因为在一个委员会,大家一起探,我想你也有这样 好,那就学者之见好了 那么能源税它可能会克征它多少 依照学者之见 所以这里就要看我们对能源税的定义,以及它的标的是什么东西 好吧,依照复改会现在的定义 是,它是研究的团,它是浩劫性的能源 像石油啦,柴油,汽油等等 从十年的科征,从第一年,第零年是9.55,第一年是8.79,到第十年是要科征到多少 你有没有了解 有26块,这是汽油的部分嘛,26块一毛 以汽油为准 对,以汽油为准,对 26块 这个是,因为它种类很多,有汽油,柴油,一系列的这些 你真的不懂了吗 真的都没有看耶 在这里啦,在这里 我这里也有啊 好,你也有 我们现在,我们确定我们在same page 是,是,是 那,那汽油,那应该是在24点多啦 24点四,还没关系 所以呢,在一个连我们现在的复改会的主席 好,部长,您都还不能了解,还不很清楚的状况下 现在坦白讲 我不能清楚说,有些东西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我装知道啊 有些东西还没有定案 所以我欣赏你的诚实,说你不知道啊 我欣赏你啊 所以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都还不很清楚的情况下 科征能源税,还言之上早,对不对 我一开始就跟 所以要说,2011年就要开始 准备要,如果通过明年送到立法院来,2011年就要实施了 这个也是,言之上早,对不对 我跟委员报告就是,我讲了说 原来讲2011年是根据原来研究团队 它的规划,它的内涵,它的进程是这样子来的,对不对 那这些内容,经过委员会的沟通之后 各界还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它后续的进程是当然是很重要 所以相关立法的程序更重要 重要是内容嘛,那这个内容就从来给您指教的 民员的定义,项目的计理学额都不大一样啊 你复改会的东西,在复改会里面,讲到减税,很快 政府很快接受 也是我被骂得很惨啊 也是你被骂,讲到加税都很慢 加税也有人反对啊 这一定各方的意见是正常的 因为一个社会多元啊 所以你跟马总统所说的一样 你是特大号的出气筒了 那倒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今天政府部门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嘛 就是聆听的意见啊 这是正常现象 好了,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您认为您清不清楚 从目前为止,就我所掌握的资料,我是很清楚 好,你现在清楚了 真快 好,没关系,你先中一名 好,你一名嘛,我现在讲另一个 另一个问题,你不知道清楚不清楚 这个,檳榔的健康捐 这是卫生署,杨署长提出来 那他提出这个健康捐 这个杨署长他非常的厉害 他也讲到这个 他连那个 那个房子啊 房子的那个税捐啊 这个贷款 他那个,对他也提 跟他本身没有相关 不过健康捐是跟卫生署相关的 没错 您对健康捐的看法呢 因为事实上 冰廊健康捐啊 第一个,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杨署长讲才有 事实上在台北市,那时候就有研究过这个东西 好,那你研究的结果怎样 那基本上讲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 它每个产业在税制面 您赞成吗 基本上我是赞成这样一个理念 但是方法要值得最好 哎呀,就跟能源税一样 你也赞成这个理念 因为本质很多东西是理想性的东西嘛 那你认为这是过于理想咯 事实上我们也不宜这样去讲 它也是个好心 希望说有更多的财源来加速健保的改善 这是好事一桩啊 只是方法怎么做嘛 今天方法你是透过厌害房子间 或者移补这个健保的财源 还是要改善国人健康 它有多元的目的 那多元的目的等同我们能源税 那如同互务税也一样啊 你说这个租税中利啊 可是你不要说 你昨天你礼拜一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不要把这个税捐附加太多的目的 你现在又认为 基本上我想委员又非常了解 我们念财政学 不是,我不了解听你讲 本来不了解听你讲后更不了解 不会啦,这个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今天担任在专业部分 我们有所坚持 但是我们要回到社会这个食物的运作 这两种如何如何看过 所以你是认为说这个东西利益良善 是是,但是执行的方法 必须做一些探讨 让它可行性高了才有意义嘛 所以说我如果现在问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这个我就一定很明确讲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因为很多内容还没有做一个大家的讨论之后 没办法做定案嘛 没办法做定案 什么时候实施 当然是不知道啦 好,有一件事情 倒是我觉得您可能也不知道 您现在是依您部长 您是执行业务所得还是薪资所得 我,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实类所得 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问题啊 不过包括保险业务从业员 包括保险公司的从业员 包括有一些艺文工作者 或是说这个所谓艺人啊 对对对 他们到底是这个执行业务所得呢 还是这个薪资所得 这个非常容易 您有没有办法要非常容易哦 这个个人我跟委员 很多人不清楚的 去年的我记得没错 去年的9月13号我做了一个解释令 对10万个保险业务员的所得 做了一个定义 他是雇佣关系的薪资所得 没有雇佣关系的是执行业务所得 就是这样子一个划分 有雇佣关系的 对,同样的逻辑 那么对了很多人 譬如他成立一个工作室啦 自己在变当的工作室来 他是工作室的老板啊 他是工作室的负责人啊 他就回到营业税 营所一系列去做啊 他假定是雇佣受 那个工作室的受雇的人员 他是领薪水的 有这个劳固契约的 那当然他就是薪资所 如果这是定义 您认为说这个定义非常清楚 只是有些人不了解 那显然你们宣导还不够 那当然了 如果你认为说这个定义 也有一点这个争议的空间 那显然是你们 所以我们当然尽量做宣导嘛 但是还是有些人还是会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必须大家要互动嘛 纳税医务人跟我们激政机关要互动 我们当然基于辅导 一定会尽量的做宣导嘛 好,那如果是这样 我希望说你们的宣导要加强 那所以我们的经费要多一点 免得太多的这个 譬如说不管是艺文工作者 艺术家不仅是这个艺人 我们现在艺人因为他目标大 所有的宣导都一样 其实艺文工作者或是这个艺术家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执行业务所的更新人所 希望说能够明确的加以定义 这一定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 台北市您在台北市的服务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低底盘公车 低底盘公车是免税的 免货物税 这是有根据的吗 最近才透过委员会 透过大会的审议 我们在修改货物税条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些地方的这个低底盘公车 它是前面的比较低 让方面上下 后面比较高 所以它那个低底盘公车的定义 是交通部在定义 只要符合那个定义 它就是低底盘 对 所以说 现在有些县市 它弄得不很清楚 所以全车都要低 还是说哪些部分 建议你们要跟交通部 要跟做一个比较清楚的 目的 这就是说让那个大众运输的成本低 能够加汇我们所有 使用大众运输的这些 还有一个建议 跟您建议 这个情形 这个情形 希望说你们能够很清楚的去厘清 是 另外一个建议 跟你们建议 其实一般来讲 农民的生活是比较困苦的 收入比较低的 所以说一些农业的资财来讲 一般来讲 税金是可以减免的 但是我们觉得从75年度的 75年的时候 财政部有一个函事 等一下再拿给你 就说 农民去买乳牛 最近有一个 去买乳 就像风灾过了 牛奶这样 农民进口乳牛 要磕营业税 要磕营业税 它一定是营利事业单位 有营业行为 如果是农民自己养的 那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 个案 这不是个案 因为你们有一个函事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这部分 能够 能够有个检讨 农民很辛苦的 然后说养两头乳牛 然后就挤牛奶 去卖给那个乳品公司 要磕营业税 这个部分 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了解 我们来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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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我